连日来 美国新冠确诊人数居高不下 据《环球网》报道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3日 美国过去7天平均日增病例达403,384例 数据还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日凌晨 美国单日新增超过100万例 而在过去25个小时的时间内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激增102万例 这个数字太过庞大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大吃一惊 他说都怀疑自己的眼睛看错了 按人口比例推算 这相当于西安市25个小时新增4万多感染者 在社交媒体上 一张照片令无数网友动容 只见两名医护人员戴着口罩 互相抱着痛哭流涕 仿佛在俗说自己这段时间来天大的委屈 乔治华盛顿大学灾难医学系主任 詹姆斯·菲利普斯表示 对于我们之前见过的任何情况都不一样 哪怕是在此前的疫情高峰期 菲利普斯说 我们现在的急诊室正在处于极限 已不堪重负 目前全美约有四分之三的病床已被占用 七分之一的病床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胡锡进表示 世界在分裂 美国和西方想生生踩着尸体闯过去 中国则坚持动态清零 目前需要切实有效的疫苗 还有特效药 才能让世界的交往重新变得无障碍 在一起 还是小松的病床用于中小学兽 未经许主要开含